为着这次的姊妹特会 我们感谢主 这次让我们看见 按照神对照会的经伦生活并侍奉 这里让我们看见 如果我们要有一种 按照神的经伦正确的生活和侍奉 我们就需要是一个有意向的人 我们也要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在我们的传福音里 就是借着我们的生活将主照耀出去 这篇的信息让我们看见 我们要完全认识真理 在提前二章四节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救主他愿意万人得救 并且完全认识真理 这里我们要来看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完全的被真理构成 有的人或许会说 他能够记住很多的经文 我们问什么经文 他就能够说出来 这个叫做被真理构成吗 一面他或许会被 他可能会被很多的经文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 他是被真理构成 那我们要继续问 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看见 没有光的知识就是道理 但满了光的知识就是真理 如果我们可以记住很多 关于圣经的事 可以记住很多的经文 但是却缺少神圣的光 那就只是一种的道理 而不是真理 所以只有这个神圣的光 就是在约一一章五节 我们看见神就是光 所以当我们看见光 就是看见神 当我们摸着光 就是摸到神 只有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当神的光照耀出来的时候 我们所得着的那才是真理 我们这里所说的 完全认识真理 就是那种的认识真理 而不是完全的认识道理 而是完全认识真理 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 从主得着光照和启示的 在第一大点 我们看见主的恢复 乃是恢复真理的亮光 所以我们看见主的恢复 不仅仅是恢复真理 而是恢复真理的亮光 真理就是光的照耀 就是神圣之光的彰显 简单的说 光和真理 实际上乃是一件事物的两面 光当照耀出来 那就是真理 所以真理与光有关 我们会继续看 什么或者谁是光和真理 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 我是世界的光 这是主耶稣 跟从我的 就绝不在黑暗里行 所以我们看见 光就是神自己 光就是主耶稣自己 那在三十二节告诉我们 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我们要认识真理 真理就会叫我们得自由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或许会认识道理 但是道理不能够叫我们得自由 只有我们认识真理 这个真理才能够释放我们 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所以我们只读经 只有知识 那是没有光 没有光的知识就是道理 就不能够释放我们得自由 但是真理能够释放我们得自由 那谁是真理呢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 神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 所以当把三十二和三十六节连结起来 这个真理叫我们得自由 神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 神的儿子就是真理 认识真理 就是认识神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恢复的 不是恢复道理 我们所要恢复的乃是恢复真理的亮光 真理就是光的流出 所以如果没有光就没有真理 没有光的知识就是道理 但满了光的知识乃是真理 所以只有我们活在光中 与在这个光中的神接触 我们才会在真理中行事为人 这是照着约翰的一章五至六节所说的 我们继续看 这个真理是什么 在约翰一章六节的注六 让非常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原文这个真理 原文意实际 与虚空相对 确实真确 真实 真诚 这是约翰个人独特的用词 也是新约里一个深奥的词 指神圣经伦的一切实际 做神圣启示的内容 由神的话传书并揭示如下 这里一共有八个点 在第一点乃是说到神是光 也是爱成为肉体 做神圣事物 二就是基督 就是成为肉体的神 三是纳灵 四是话 五是信仰的内容 六是关于神 宇宙 人 人与神的关系 以及人与人彼此的关系 第七是真实 可信 真诚 诚实 可靠 信实 如 就着神说 是神圣的美德 就着人说 是人性的美德 并且是神圣实际的流出 第八 实在或真实的事物 事情 事实的真相 或实情 实际 真确 与 虚假 欺骗 伪装 伪善 错谬相对 这个就是真理的定义 或者是说真理的解释 在第一到第三点 就是父子灵 那就是神圣的三一神 在接下来的一段说 以上所列的八点前五点 是指数字上统一的实际 神基督纳灵 就是神圣的三一 在数字上乃是一 因此 这三者是神圣实际 之本质的基本元素 其实 三者乃是一个实际 简单的说 这个神圣的实际 就是三一神自己 所以 这个神圣的三一 就是 记载在神话中的实际 借着神的话 这个神圣的实际 就是这个神圣的三一 就被彰显 被启示出来 这个 就是 真理的内容 这里继续告诉我们 因此 这个实际成了神圣话语中 所启示神圣的实际 使神圣的话成为实际 神圣的话传书 这一个神圣的实际 做信仰的内容 而信仰的内容 乃是整本新约 所启示福音的本质 成为新约的实际 这也就是神圣三一 的神圣实际 简单的说 就是这神圣的三一 就是这神圣的实际 它是 这个神圣话语的实际 这个神圣的话 将这个神圣的实际 传输出来 所以这个神圣的实际 它不仅仅是一个神圣的实际而已 而是被启示出来的神圣的实际 这个就是信仰的内容 所以当我们来读神的话 我们就摸着这个神圣的实际 借着神的话 这个神圣的实际 它不再是被隐藏的 而是被启示出来的 当我们来享受 并有份于这神圣的实际 就是这启示出来的这个实际 这实际就成为我们的真实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有份于并享受这神圣的实际 这实际就成为我们的真实 真诚 诚实可靠 做我们行为上优越的美德 以彰显我们所平以活着的神 就是实际的神 我们也成了过真理生活的人 毫无虚假或伪善 过一种于那借着受造之物 和圣经所启示之真理 一致的生活 感谢神 这位神圣的三一 实际上 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架构 那就是神圣的三一 这个就是神圣的实际 但是借着神的话 借着神的一切的造物 这个神圣的实际就成为被启示出来的神圣实际 当我们享受有份的时候 这个实际就会对我们成为真实的 就像是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 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这里的真实就是实际 就是这个神圣的实际 就是被启示出来 并传输到我们里面的实际 成为我们的敬拜父的真实和真诚 感谢主 这个就是真理 所以感谢主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恢复的真理的亮光 简单的说 这个就是照着神的经轮生活并侍奉 我们要这样完全的认识真理 当我们来读神的话 来导读神的话 这个神圣的实际 这个神圣三一的实际 就被启示给我们 当我们来享受有份于 这个神圣实际的时候 这个神圣的实际 就会成为我们里面的真实 我们就能够成为在 生死里敬拜父的人 所以我们的生活 就会是一个照真理而活的生活 那个就是一个实际的生活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认识真理 在第二重点这里说 圣经所启示的真理 经历各世代 已经被遗失忽略误会误解 并错误应用 神的话就是真理 这个是约翰福音17章17节所说的 我们看见 自从2000 已过的2000年 这些真理 遗失了 遗失了一段的时间 真理是在那里 但是却失去了 我们看见 在罗马天主教的 这1000年的时间 圣经被封闭了 特别是一些特别的阶层 才能够去读圣经 所以在圣经中的光 被遮蔽了 在这些宗教学者中间 他们有圣经 但是却没有真理的光 他们有知识 他们有道理 但是他们却没有真理的照耀 但感谢主 500年前 当马丁路德 他来读罗马书 他就发现了 因性称义 那个就是真理 那个就是真理的光 再一次被恢复回来 当马丁路德读圣经的时候 这个光就临到他 告诉他说 只要他信 他信基督救赎的工作 他就被称医疗 这个就是真理的光被恢复 乃是借着马丁路德被恢复 感谢主 不仅仅是这个点被恢复 已过的这500年 就有很多关于真理的点 是被渐渐的 一点一点的被恢复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进入的真理 我们也要被这些真理构成 我们也要成为能够讲述这些真理的人 所以感谢主 主的恢复 乃是恢复真理 这里说主恢复的目标 是要恢复圣经里所启示之事物的实际 生命 活力 力量 能力 和冲击力 主恢复里的真理 乃是已过19世纪以来 所有真理的终极完成 我们看见 我们今天所有的真理 乃是在先前那些圣徒们的肩膀上 尼弟兄 李弟兄 他们不是从他们自己那里得着的 他们愿意倚靠身体 从马丁路德所恢复起来的 一直到现在 他们把这些合起来进入 并且他们有更往前的看见 直到今天我们所得着的这些真理 乃是神圣启示的高峰 就是神成为人 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 而无分于他的神格 这个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 这个就是真理的亮光 在这个末世所启示给我们的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恢复这些真理 并且进入 实际的进入这些真理 在第三重点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得着真理做到我们里面 并构成到我们全人里面 所以无论是这个约二 一至二节 看到这个光要住在我们的里面 约翰三书三至四节 我们的生活要是行在真理中 我们能够照着真理生活 就需要被真理构成 所以今天这些的真理被恢复给回来给我们 被正确的启示在这一千九百八十四篇的生命读经里面 在很多的信息里面 今天我们需要愿意 愿意让真理做到我们的里面 并居住在我们里面 构成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的生活就是照真理而行 由真理构成 就是得着神圣启示内在的元素 做到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构成成分 我们内在的所是我们生机的构成 我们迫切需要活的真理 以产生照会 帮助照会存在 并建造照会 因为提前三章十五节 告诉我们 照会就是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所以今天照会的功用 在提前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无论是说照会要是活神的家 照会要是神的居所 照会需要让神在其中有自由的活动 并且运行 照会不是由人来治理 照会乃是借着长老们的交通 由神自己来治理 照会是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为真理做见证 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 是真理注实和根基的照会的话 我们就要被真理构成 不仅如此 照会他也要是神显现于肉体 今天基督两千年前 他借着在地上的生活 使神借着基督在地上 三十三年半的生活显现于肉体 今天照会要成为这个的继续 也要成为神在肉体中的显现 主耶稣的实际要成为我们的实际 这与我们认识 完全认识真理有关 所以构成到我们里面扎实的真理 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种常识 并且是长期的滋养 这是提前四章六节 借着我们得着这样丰富的供应 真理被构成到我们的真理 就会成为我们长期的滋养 我们可以从尼弟兄身上看见 他是被真理相当构成的人 即使他下在尖里二十年 那个时候他手里没有圣经 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确实的构成到他里面 他之前所进入的这些真理 构成的真理 神能够继续来供应他 在他这二十年间 做他长期的滋养 在他生命的最后 他依旧能够在纸上见证说 他依旧维持他的喜乐 那个是因为我们看见 构成在我们弟兄里面的真理 乃是成为他长期的滋养 所以今天我们要得着我们日常的滋养 做我们长期的滋养 我们就需要这个扎实的真理 构成到我们的里面 四 如果真理做到我们里面 并构成到我们里面 我们就能够保护神 神性丰富的权益 以及他终极的成就 今天我们要看见 新耶路撒冷的城墙 是高大而可畏的 这个城墙乃是由宝石构成的 这个城墙的功用 乃是为着分别 分别那些 将那些不是属神的 从新耶路撒冷中分别出去 城墙也是为着保护 保护神的权益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要保护神的权益 我们就需要来建造城墙 那就是被真理构成 今天 我们看到有很多异端的教训 有那些 从神的经伦偏离出的教训 他要来攻击神的权益 如果今天我们要保护神的权益 帮助圣徒们 使他们不被那些教训之风偏离出去 我们就要成为被真理构成的人 并且能够讲说真理 能够正直的分解这些真理的话 就是提后二章十五节那里说的 所以今天我们被真理构成到有多少 我们的地方造会就会有那个高大又可畏的城墙 保护神的权益有多少 当那些的教训之风进来 当圣徒们被真理构成的时候 就可以弃绝那些教训之风 不从神的经伦偏离出去 五 主的话就是真理 乃是在圣经里 但圣经需要正确的解释 所以 在圣经中的真理 但是我们要有正确的解释 如果今天我们要正确的解释 就需要来读生命读经 读这些属灵的书报 是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正确的解释主的话 才能够实际的得着这个真理 不仅如此 我们还需要付代价学习真理 这是真言二十三章二十三篇 今天我们要付代价买真理 不仅仅是付代价去书房买书报 我们要 我们要花费我们的时间 实际上 我们还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付代价 为着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在日常生活里面 能够实际的去经历这些真理 阿闷这些真理 第七真理本身是绝对的 我们必须对真理绝对 所以我们不要说 这些真理太高了 我们就要 真的努力的将这个标准降下来 降到我们的经历的标准上 那个是不正确的 真理的标准是 不允许被改变的 我们要拔高我们的精力 达到真理的标准 有的人说 这个神圣启示的高峰太高了 我们想一些简单的好吗 关于是爱我们 我们爱神 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神圣启示的高峰 不是太高了 我们解释别人不明白的原因 不是因为太高了 而是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还没有被真理实际的构成 所以只有我们被真理构成 我们才能够像提后二章十五节那里说的 我们就成为无亏的工人能够正直的分解神的话 当这样我们才能够消化这些信息 即使是那些出信者 我们也能够带领他们进入到这个神圣启示的高峰 实际上神为每一个人都造了灵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性能 能够进入这些高峰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不要轻视谁 觉得他们不可能进入这些真理 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认识真理 因为在提前二章四节那里说 神愿意万人完全认识真理 万人有一个性能 有得救的性能 只要他敞开呼求主的名 接受主做他的救主 他就能够得救 不仅如此 万人都有一个性能 能够来完全认识真理 不在乎他们外面学历的高低 而在于他们要操练他们的灵 向主敞开得着从主而来的光 在第二大点 神愿意我们万人完全认识真理 我们万人不仅仅是那些 要释放信息的弟兄 或者是那些长老和服侍者 万人包括姊妹们 服侍儿童的姊妹们 或者是服侍各类事物的姊妹们 神愿意我们万人完全认识真理 只有我们完全认识真理 我们才能够达到 这个神圣启示的高峰 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 而无分他的神格 一 主的恢复乃是要恢复 对真理完全的认识 一小点 照会的败落 源于对真理的忽略 而今天主的恢复乃是 完全恢复圣言中的神圣真理 第二终点 保罗做使徒 不仅是照着信仰 更是照着对真理的完全认识 在提多书一章一节 保罗让我们看见 他做使徒 不是因着他年长 而是因着他是照着信仰 并且是照着对真理的完全认识 所以 保罗他是一个完全认识真理的人 一面他就有资格来做使徒 今天我们够资格做服事者 我们够资格去照顾人 都是要求我们是一个完全认识真理的人 信乃是接受神为我们所计划的一切 神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 以及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保罗在这里强调 信徒需要完全认识真理 所以简单说 如果我们没有完全认识真理 在一幅作四章 我们看见那里有教训之风 只要一点点 就会让我们从神的经伦里面 极大的偏离出去 所以当我们被真理构成 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教训是不正确的 我们就能够保护照会 不使照会照着那些 不同的教训偏离出去 第三重点 对真理完全的认识 就是对真理的透彻领略 是对我们借信 所领受一切属灵 神圣事物之实际的完全承认 每一位信徒都有一个性能 能够完全认识真理 不仅如此 在第四重点 我们要看见 我们要认识主观的真理 和客观的真理 这一点我们要看见 我们不仅仅要真理 客观的认识真理 客观的认识真理 比如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 为我们完成了救赎 我们不再受永远的刑罚 我们已经被称义了 但是我们要看见 我们要认识主观的经历 在灵前十四十五章四十五阶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 今天我们不仅要认识客观上真理 圣经中的真理 法理的救赎 我们得着了赦免 得着了称义 得着了喜罪 得着了与神和好 得着了地位一面的圣别 但我们也要认识那些主观的真理 基督是那灵 基督是赐生命的灵 使我们重生 使我们得着喂养 牧养 使我们得着性情上的圣别 得着了更新变化 得着了魔城建造 得着了荣耀 所以这个就是神生机的救恩 乃是主观的 完全是主观的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 这个完全的真理 不仅仅是有客观 而且也有主观的 所以感谢主 我们要让这个神圣的启示 启示给我们 在神的话中 在环境中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要享受 并有份于这个神圣的实际 成为我们的真实 让这一切 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 那这个就是 照真理而有的生活 而是行在真理中 这样的生活 就是照着神经轮 而有的生活和侍奉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生活 这个就是团体的神人生活 我们就会有真实的建造造会 我们所在的照会 就是神的家 就是活神的家 神有自由 能够在照会里面 做一切 行一切 就成为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众人都能够见证说 如果你要认识真理 就需要来到地方照会里 最后 神就能够在我们的照会生活中 彰显出来 愿神怜悯我们 刘勇弟兄继续与我们交通 阿们 感谢主 那我们这一堂来到 这个这次信息的第四堂 也是这次秋季同工长老训练的 第三篇信息 那主题说到要完全认识真理 阿们 那前面阿迪索王弟兄 已经有这个非常丰富的分享 因为他这一次是直接在 这个菲律宾在现场来接受 这个弟兄们的传书 感谢主 那也从那里领受负担 在这里已经有这个非常丰富的分享 那我就在弟兄的这个交通上 再来接续 阿们 再来补充 那感谢主 在信息一开头的时候 弟兄们就说到 主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 那我们看现在这个世界局势 是吧 现在中东 哇 非常的紧张 主在外面 一直在预备环境 阿们 那作为 造会 我们 必须要 完全认识真理 第二 真理必须 构成到我们 里面 每一部分 第三 神圣 启示的实际 必须成为 我们 我们个人的实际 那我非常 就是摸着这里 三个必须 是吧 必须 完全认识真理 不是认识一点点 乃是要 完全的 完整的认识 那第二 真理还要 必须 构成到我们里面 每一部分里 阿们 第三 神圣 启示的实际 必须成为 我们 个人的实际 阿们 帮我们都能够来 对这三个 必须 有 非常强的 印象 那 接下来 当我们有了 这个实际 我们就能够成为 真理之人 我们就能够 活在 真理之中 阿们 并在 真理中 行事为人 而成为 主 当初 他在地上 为人生活的 复制 阿们 那 那个就是 基督身体的 实际 哈利路亚 能够作为 神永远 经伦的 终极完成 阿们 所以 一切 都是为着 神永远的 经伦和定制 阿们 那 说到 这个 完全 认识 真理 那这一篇 有两个大点 第一大点 就说到 要恢复 真理的 亮光 第二个大点 就说到 要 完全 认识 真理 说到 恢复 真理的 亮光 阿们 说到 真理 它就是 光的照耀 光的彰显 但是呢 阿们 照会 堕落了 失败了 忽略了 真理 并且是 很多方面 误解了真理 所以 主要来 恢复 真理 阿们 我们需要将 真理 能够怎样 做到我们里面 并构成到 我们 全人里面 那为此 我们需要 为真理 付代价 阿们 他说 需要付代价 学习真理 那圣经 有许多次 说到 我们需要 付代价 是吧 阿们 我们要 这个 买真理 圣经里面说 要买真理 不可出卖 那买真理 是需要 付代价的 我们需要回想 在创世纪 当时 全地 只有 这个 约瑟 那里有粮 阿们 那 人 要能够去 买粮 阿们 要能够去 买着这个 真理 需要 付上 他们的 财物 当财物 这个 用完了 要付上 他们的 牲畜 牛啊羊 是吧 牛啊羊 买完了 要付上 他们的 田地 阿们 至终 要付上 他们的 自己 我们 也是一样 今天 我们为着 真理 阿们 为着 认识真理 能够经历 真理 阿们 能够成为 真理之人 被真理构成 需要 阿们 花上 我们的财物 是吧 花上 我们所有的 阿们 并且 要花上 我们的 自己 花上 我们的 时间 花上 我们的 祷告 阿们 感谢 主 好 那第二大点 就说到 完全 认识 真理 这个是 出自 提前 二章 四节 那里 说到 神 愿意 万人 得救 并且 完全 认识 真理 妹们 我们去 这个 读那个 注解 就给我们看到 真理 它就是 实际 是指 神话语 所启示 一切 真实的 事物 主要的是 做神 具体 化身的 基督 以及 做 基督 身体的 造会 所以 真理 所启示 真实的 事物 最主要的 就是基督 和 造会 Amen 得救的人 对这些事 都该有 完全的 认识 并且要有 完整的 领会 这个 就叫做 完全的 认识 真理 我们需要 对基督 需要对 造会 有 完全的 认识 并且是 完整的 领会 Amen 接着他说 因为写给 提摩泰 两封书信的 目的 是要对付 造会的 败落 在前书 败落 是借着 与神的 经纶 不同的 教训 是吧 狡诈的 就偷着 进来了 在后书呢 败落 已经 公开 发展 并因着 异端 更为恶化 要对付 这样的 败落 就必须 维持 真理 Amen 前书 强调 神愿意 所有蒙 他拯救的人 都 完全认识 真理 并强调 造会 是真理的 注实 和根基 那后书 强调 应当正直的 分解 真理 的话 并强调 偏离的人 该 回到 真理上 Amen 感谢 主 所以 两封书信 加起来 就给我们看到 Amen 我们要能够 蒙拯救 脱离 造会的 败落 使造会 能够恢复到 起初的 观景 达到 神所要求的 观景 是吧 就需要 怎样啊 需要 完全的 认识真理 使造会 成为 真理的 注实 和根基 并且 我们也 能够 每一个人 都正直的 分解 真理 的话 Amen 而死 被偏离的人 能够 重新 回到 真理上 这个 是 神 所 喜悦的 感谢 主 那我们 有这个 为背景 我们再来 进入 那 借着 第二大典 这个 干物 几个 终点的 顺序 我们照着 这个 顺序 就给我们 看到 完全的 认识真理 是主 恢复 所接受的 托付 因为 造会 是吧 他的 败落 是出于 对 真理的 忽略 所以造会 就败落 就失败了 Amen 所以要 恢复到 正常的 光景 那 接下来 就给我们 看到 那 使徒 保罗 他 也是 遵照 他 不仅是 遵照着 信仰 Amen 信 使我们 来接受 他 更是 照着 这个 对 真理 完全的 认识 Amen 感谢 主 借着 这样 完全的 认识 就是 对 神圣 真理 透彻的 领略 Amen 完全的 承认 并且 怎样 那我们 信徒 也需要 留在 其中 当我们 留在 其中 结果 我们就能够 得 保护 Amen 感谢 主 那 留在 其中 干什么呢 接续 他就说 来认识 来经历 并且 向 真理 绝对 Amen 这里 就给我们 看到 圣经所 启示 真理 它有 客观 和 主观 的 两面 那 客观 的 真理 是 为着 主观 的 真理 而 主观 的 真理 是 为着 产生 造会 Amen 那 他说到 这个 主观 的 真理 那个 内容 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关于 三一神 和 造会 之真理的 主观 一面 Amen 那我们 怎么样来 能够 连于 一能有份呢 他这里说 主观的真理 是借着 连于 那灵 和 生命 并且是 由 那灵 和 生命 而构成 当 神的话 什么时候 脱离了 那灵 是吧 不在 生命的 范围里面 那 那一个 就成了 道理 从了 自据 那自据 就杀死人 Amen 但是当 神的话 能够 连于 那灵 连于 生命 哦 那灵 就 赐生命 那灵 就 叫人 活 那 神的话 对我们 就是 真理 就是 实际 所以 我们 应当 凭着 那灵 和 生命 活着 Amen 感谢主 来到第五终点 就给我们看到 那既然这样 我们不仅是 要认识 一般的真理 是吧 我们 需要一直往前 认识 最高的真理 阿们 就如同 大本诗歌 父无首 那里说到 何大神迹 何神奥秘 神尽与人 联合为一 神成为人 人成为神 天使 世人 莫测 金轮 出自神的 心爱 美意 达到 神的 最高 目的 Amen 哈利路亚 这一切都是 出自神的 心爱 美意 达到 神的 最高 目的 就是 神 成为人 为着 使人 能够在 生命 性情 共用 构成 彰显上 成为神 但 无分于 神的 神格 Amen 当 这个话 说出来以后 是吧 当李弟兄 把这首诗歌 唱出来的时候 他就说 Amen 神圣 启示 在圣经中的 神圣 启示 已经达到了 高峰 感谢主 Amen 所以我们需要看到 借着 纲目 给我们 看见两个 第一个 这里说到 最高的真理 是什么 救死神 救死神 在基督里 成为人 为使人 在生命 性情 构成 和彰显上 成为神 只是 无分神格 好使 救赎的神 与蒙 救赎的人 连结 调和 合并 在一起 成为 一个 实体 Amen 这个是 最高的 真理 接下来又说到 那神圣 启示的 高峰 圣经中的 钻石 是什么呢 就是上面 这句话的 这个 浓缩 简单的说 他就是 神 在基督里 成为人 为使人 在生命 性情上 但 不在 神格上 成为 神 Amen 感谢主 我相信 在 泰国 众召会 无论是 泰文区 无论是 这个 中文区的 圣徒 都能够 将 这样的话 叫做 朗朗上口 我们需要 能够 倒背 如流 我们不仅 能够 简单的说 是吧 神成为人 为了使人 在生命 和性情上 但不在 神格上 成为神 我们也能够 在 这个 基础上 能够 把它展开 是吧 这个 经过过程的 三一神 父子灵 是吧 与蒙节选的 三部分人 灵魂体 Amen 是吧 借着他们在 生命上 连结 在性情上 调和 在人为上 合并 Amen 是 借着 神 成为人 Amen 是人 在 生命 性情 构成 公用 彰显上 但不在 神格上 成为 神 并且 并且 这一个 要终极 完成 于新耶路 沙人 成为一个 宇宙的 扩大的 实体 Amen 在宇宙中 能够来 团体的 彰显神 Amen 那我们 还可以 再把它 细致的 展开 那就是 一个 一个的 点 是吧 神 成为 人 是借着 他的 成为 肉体 人 成为 神 是借着 神 为我们 预备 生机的 救恩 那上一周 诚心 已经说到 这个神 完整的 救恩 是吧 不仅神 为我们 成就了 法理的 救赎 也 为我们 预备 生机的 拯救 这里 所说的 人 能够成为 神 就是 借着 生机的 救恩 阿们 总共有 八部 但是这里 是列去了 六部 就是 重生 圣别 更新 变化 磨成 和得荣 那我们 展开 八部 就是有 重生 牧养 更新 是吧 然后呢 圣别 圣别 更新 变化 建造 磨成 得荣 阿们 感谢主 借着这个 生机 拯救的 八部 我们就能够 在生命 性情上 但不在 神格上 成为神 能够产生 并建造 基督 生机的 身体 而 至终要 终极 完成于 新耶路 撒冷 阿们 所以 这个 是 在圣经中 这个真理 最高的 真理 是吧 是神圣 启示的 高峰 我们 需要 来 持守 这样 最高的 标准 我们需要 传 这样 最高的 福音 那 今天 在 基督教里面 他们 失去了 这一个 他们 是注意 那一些 这个 外面的 很 这个 低的 东西 阿们 所以 接下来 我就 借着 这个 信息 阿们 有一些的 分享 他 鼓励我们 要 更深 并且 更高的 真理上 在 这样 更深 更高的 真理上 长进 阿们 那需要 强调的几个点 是吧 第一个 说到 主 恢复 核心的 真理 我们需要 记得 已过 讲过 有十个 方面 是吧 第一 神 永远的 金轮 第二 经过 过程的 三神 第三 包罗万有 的基督 第四 终极 完成的 纳灵 第五 神 永远的 生命 第六 神完整的 救恩 第七 神人 第八 造会 与基督的 身体 第九 国度 与生命中 做王 第十 新耶路撒冷 Amen 这是 主恢复 核心的 真理 十个方面 那 另外 我们也有 说到 圣经的 中心线 那圣经 是一本 奇妙的书 是吧 它有 中心线 它也有 补充的 这个线 它还有 枝和 叶 Amen 感谢主 那在 很多 这些 宗教的 基督徒 说到的 那些什么 蒙头啊 洗脚啊 这个 说方言啊 医病啊 感鬼啊 Amen 这个 受尽 要在冷水里 热水里啊 河水里 海水里啊 弹琴 要用风琴 还是甘琴啊 Amen 那个连 鸡毛 蒜皮 都算不上 主耶稣 好 那我们来回到 这一个 中心线 圣经的 中心线 第一 就是 神的话 第二 就是 三一神 第三 就是神的 金轮 第四 包罗万有的基督 第五 赐生命的灵 第六 基督的身体 最后 第七 新耶路撒冷 那这里 就给我们 有一个思路 这七方面 告诉我们 圣经 他乃是 神的话 Amen 他乃是 启示 这一位 三一神 那这三一神 神呢 他有 他的 金轮 和计划 是吧 那他 这一个 金轮 是以 包罗万有的 基督 为中心 是以 基督的身体 为路线 是以 那次生命的 灵 Amen 是以 那 这个 新耶路撒冷 为目标 最后呢 全由 那次生命的 灵 来 完成 Amen 感谢主 好 那接续 说下来的就是 那神圣启示的中心线 很简单 圣经所启示的 神圣启示最中心的线 就是神的经轮 那接下来就给我们看到 那神经轮 他的中心点是什么呢 Amen 就是调和的灵 Amen 感谢主 因为这一切 全由那次生命的灵 来完成 所以我们需要 是吧 Amen 与他连结 调和 但与主 联合的 便是与主 成为一灵 哈利路亚 那这样 我们就能够 有份于 这个神圣启示的实际 感谢主 那圣经也启示啊 就是 这个神圣的启示 Amen 不是这个一下子就达到的 是吧 照着在灵前 这一卷书给我们看到 真理啊 不仅 这个 更深的真理啊 他其实不包括在一章里面 说到 基督啊 在神里 承亮我们的 智慧 公义 圣别和救赎 这个只是 一般的 只在一章 到了第二章 就开始 说到 神的 深奥的事 什么深奥呢 到了六章 十七节 说到我们 能够与主联合成为一灵 这个是深奥的事 到第七章 保罗在那里说 我是提出我的意见 但我想 我也是有主的灵了 Amen 他的意见 就是主的意见 这是深奥的事 Amen 到十一章 继续说 说到这个 做头的事 是吧 基督是众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哇 这一个 也是深奥的事 Amen 到了十章 继续说到 主的宴席 到了十一章 说到 主的晚餐 Amen 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是 更深的真理 我们需要 尽到其中 Amen 再往后 到十二章 说到 有智慧的言语 有知识的言语 是吧 这是前面两项 Amen 这是纳灵表显 最高的两方面 那第三方面 是说到信心 第四 说到医病 第五 说到神迹 第六 说到辨别诸灵 最后 才说到 这个什么 说方言 方方言 Amen 所以感谢主 这里 纳灵的 这个表显 主要的 开始于 智慧的言语 和知识的言语 Amen 那这一个知识 不是说我们 对科学 对教育 对什么 东西的认识 不是说到 这些方面 乃是说到 对神 新约 经伦 的知识 我们可能 可以对 其他的东西 认识 不是那么的 完全 但是我们 对神 新约 经伦 的知识 我们需要 是完全的 需要 是完整的 Amen 感谢主 Amen 实在是 丰富 那 接下来 他也说到 这个智慧的言语 我们要能够 说这样的话 就需要 对这一位基督 有各方各面的经历 Amen 因为智慧的言语 他说到 基督是神 深奥的事 是吧 他说到 神 他预定 基督要成为 我们的分 成为我们 悲中的分 成为我们的享受 Amen 若是我们去读 那个里面的注解 哇 那里有几十项 基督要成为 我们的享受 Amen 感谢主 所以我们需要 能够区别 我们需要能够 一直往前 能够达到 Amen 就像保罗在 希伯来书 所启示的 是吧 我们必须要 前进 Amen 往前 离开那个 开端的话 Amen 因为基督 开端的话 是与他在地上的 执事有关 所以 弟兄们鼓励 我们 也不是弟兄们 是保罗鼓励我们 是神借着保罗鼓励我们 他说你必须要 往高处去 从地上 往天上去 从神美上的画 往公义的画去 从那一个画奶 往干粮去 因为 只能吃画奶的 就是婴孩 婴孩要长大 要从画奶 转向干粮 从美上的画 转向公义的画 从基督 属地的执事 转向基督 属天的执事 Amen 所以这一篇信息的负担 就是 让我们往前 我们需要往前 不仅是在实行的点上往前 Amen 我们能够在实行的点上往前 也在于 我们在真理的认识上往前 感谢主 Amen 所以他说我们需要往前到哪里呢 就是要往前到关于神 三一神更深的真理 要进入他首要最高的属性 Amen 就是他神圣的三一 我们中间真是满了丰富 关于这个神圣的三一 是为着神圣的分赐 关于这一类主题的书 Amen 我看在我家里就有很多本 主耶稣 我们要一项一项地 进到这样的丰富当中 感谢主 因为他神圣的三一 比他的能力 比他的爱 甚至他的生命 还要高很多 所以我们必须学习 关于他三一的事 就是神格 富如何化身在子里 至如何实化为那灵 是吧 富是源头 至是显出 然后呢 灵是灵到 并进入到我们里面 这样的这个实话 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外面来认识 更是为了让我们在经历上来享受 Amen 就如同灵后三章十四节 我们都很熟的一节经节 愿主耶税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 神的爱 圣灵的交通 与你们众人同在 若我们要享受这样的祝福 那当然我们就需要认识神圣的三一 认识神格 Amen 感谢主 好 那最后 弟兄们的负担 就是不仅给我们有真理的启示 更给我们有进入真理的路 Amen 那我们今天 这个不需要再自己去寻找了 前面的弟兄 已经为我们挖出了这一个金块 弟兄们鼓励我们 不要在真理的表面溜冰 是吧 要照着弟兄们挖出的这个框 我们要往下 一直的往底下挖 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挖金框 这就是主的恢复 所以Amen 我们需要真是花时间 真是要出代价 尽到新约恢复本的注节 进到生命读经 1984里 Amen 进到结晶读经 这个三四七里 进到现在一年七次的特会 Amen 感谢主 弥陀生弟兄是神圣启示的先见 李长寿弟兄是神圣启示的传承 那弟兄说到我们今天是什么 我们先见也有了 传承也有了 我们只需要将这一切推广出去 我们今天乃是神圣启示的推广 所以前一周的这个诚心圣言 是吧 说到要照着神牧养 Amen 那照着刚目就给我们看见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启示 那个牧养的启示 Amen 那第二方面就给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来先接受牧养 才能够达到第三方面 照着神牧养 Amen 我们要能够照着神牧养 先需要来接受主的牧养 同样在这里也是 Amen 神圣真理在这里 更高的完全的真理在这里 我们需要首先完全来认识 我们需要被真理构成 我们需要向真理绝对 然后我们能够将真理传扬 推广出去 Amen 我们出去不仅是传这个福利平安的福音 那个不要传了 我们需要传神经伦的福音 我们需要传三一神为福音 我们需要传新耶路撒冷为福音 Amen 感谢主 就是借着我们天天来进入 Amen 生命读经 结经读经 新月恢复本 还有它的注尽 求主宝雪遮盖 我是看到在泰国众召会 是吧 在这些赖的群里面 真的 这个在泰文的弟兄姊妹 在这一方面 这个大有这个 后来居散的这个趋势 Amen 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在那些群里面 基本上天天都有发 这个纲目信息生命读经 Amen 好 这里我也不是比较 我们是华语的圣徒也好 我们是泰语的也好 我们是英文的也好 我们是缅甸文的也好 盼望我们都能够出代价 Amen 使我们能够完全的认识真理 使我们能够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 使我们被真理构成 然后能够去传扬高品的福音 Amen 感谢主 我是曼谷十二区的柔约姊妹 要来做一点关于打开家的蒙恩见证 听着神的怜悯 我们开家十多年 到现在在家中有三个小牌 周二的小牌聚会 周四的追求牌 以及周五的儿童牌 听着圣徒的佩达 我们只是打开家 预备好卫生 预备好食物 圣徒们就一同来服侍 有的饭食 有的诗歌 有的邀约 每次看见弟兄姊妹们坐在家中 孩子们听着诗歌 大人们彼此交通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家最荣美的时候 否则真不知道我们会将时间 花费在照会生活以外的哪些事情上面 特别是我看到神接着开家 在孩子们身上所做的成全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开家的生活 常常对我说 妈妈 我想要我的某某某同学到我们家里来 我就会说 好啊 那我们一同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来参加我们家的儿童牌 到了晚上 他们真的为朋友一一祷告 三个孩子 三份名单 我将他们一一写下来 放在床头 有时间就和孩子们 一同为他们的朋友祷告 我永远记得儿子第一次邀请到同学 到家里参加儿童牌 他那开心的眼神 全程还不忘解释给朋友听 这是什么 之后常常主动去邀请那位同学 再来参加家中的儿童牌 也因着家中的儿童牌 孩子们成为鼠邻的同伴 一起在聚会中操练灵 甚至在主日和同伴一起大声唱诗 背诵经节 咱们得到心里的儿童牌 咱们得到心里的儿童牌 这实在是人手所不能做的 这是照会生活才能给的成全 是我们付出一些体力 祷告和时间 将照会生活借到家中 而收获无限的恩典 喜乐和成全 阿们感谢主 路加福音18章16节 约书却叫他们来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神的国正是这等人的 18章17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不像小孩子一样 接受神国的 绝不能进去 感谢主 我要做我得救的见证 我的得救就是因着儿童牌 2002年 我的女儿五岁 从中国来到了泰国 初来乍到没有朋友 他希望有会讲中文的朋友 跟他玩 有一天 他在游泳池散步的时候 神主宰的安排 遇到了住在十楼的邻居 陈一达弟兄的儿子女儿 陈欣和陈轩 他们把我的女儿家节 邀去他们家里玩 惠玲姊妹呢 很有心 邀请我女儿参加 他们的儿童聚会 虽然只有三个小孩 聚会 但是他们很喜乐 惠玲姊妹就跟他们讲了 马太福音十四章 彼得经历在水面上行走 经历吕海的神迹 女儿听了以后呢 觉得很 很稀奇 也很喜乐 回家以后就告诉我说 妈妈 惠玲阿姨说 每周三有姊妹的聚会 我呢 是一个心思很单纯的人 父母呢 又都是工程师 为人也正直善良 后来呢 我就很简单 就有一个姊妹来我家 叫艾杰姊妹来我家 把我带到郡兰姊妹家 去参加 每周三的姊妹聚会 姊妹们一同追求圣经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四节 爱的真谛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词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不合宜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因不义而欢乐 却与真理同欢乐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我当时读到爱的真谛 我就觉知要受尽归入祖民 感谢主 我就在2002年11月22日 在12名弟兄家的小牌聚会中 受尽归入祖民 我的弟兄也在半年后 2003年的2月2号 在清迈的造会 受尽归入祖民 儿童牌实在是太宝贵了 能够借着孩子的变化 把父母都带进神的国里 如今我们全家都享受 甜美的造会生活 就像诗歌444首所说的 是爱的神做我的牧人 他常喂养 他常示恩 感谢赞美族 这就是我的见证 我的诗歌 阿曼